70歲,每天運動,不僅身體好 我其實是一個很普通的老人家 只是我比較難玩 難玩到要這樣抹地? 這樣抹是最乾淨的 還難玩到要玩Fitness Challenge 和媳婦組隊玩雙人組 拿完亞軍都還未夠皮 還自己多玩三次,拿了三個冠軍 她只是到第一歲,她不喜歡要來 是招職 不過50歲前,她還是一個普通的老婆 而到她進入這個坑,就是自己的兒子 兒子叫到了,當然要玩 媽來,過來,給我單挑 因為運動多了親子時間 不僅母婆認識9分 食診朋友不用去老人中心 在亞仔家做健身就行了 從來這麼多是長輩 她在操練的時候 治理生活更加是沒有難度 是啊,我獨居嘛 當然要靠自己 和老Best去旅行 還有Quota幫她們抽完行李 只是她才可以這樣 七、八萬種生活 我們的生活是全家一起做運動 好痛 已經70歲的Catherine 一個星期至少都去三次健身室 粗體了 我今天都應該做Push 做推的 Overhead Press 推胸 她隻老鼠仔,比很多年輕人厲害 Tricep 做Bye Bye肉 跟你說Bye Bye 就說就可以了 這塊肉不用擔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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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就是縮脖頭 每邊15kg 做完這些 就知道去買東西 可以自己拿得到幾重 有個抱 曾經有人訪問我 那時 我做運動 她叫我要笑 還要怒恥笑 我說你 那你不是做運動 Finish Finish 她有音樂鼓勵我 那我會把這個 傳給我教練 幫這位高齡選手 設好workout routine的幕後軍師 就是她的兒子Perry 深蹲我們蹲到最底 七十歲蹲到這麼低 可不可以 大兒子好像還嫌未夠低 按摩低一點 其實這個年紀做運動 是否都會擔心會弄傷她 我怕的 我想健身 我不是想傷身 所以 有個人在說 給你聽正確怎樣做 我覺得很重要 一 調良 二 二 二 好 這些 通常我會在場 才會跟她做 所以這些重量 她可以處理到多少 其實大家心裡都有數 她是否一個魔鬼教練 是呀 不可以偷懶 她通常不會偷懶 她的問題是會取得太盡 她不是很懂得休息 她才是魔鬼 不健身的日子 她就會去跑步 我們每個星期 定了一個時數 就是120分鐘 最低消費 這個天氣 辛苦了 沒有氣頭 你設定了目標 要達成它 不要跑跑一下就算數 我覺得這也是意志力的鍛鍊 這位婆婆真是精力無限 跑完步 還有電 去玩公園的設施 閃閃 媽媽 還不錯 媽媽 Catherine 你有沒有看過一段影片 有個98歲的婆婆玩這個 我希望我有98歲的命 98歲的時候 再找你 有粗開的Catherine 就不擔心肌肉流失 平衡感 靈活得 隨時比年輕人好 卡到 都反應得遲 一摸下來之後 我立刻做 兩隻手撐住 做一下Push Up 慢慢起床 拍下兩隻手 然後繼續跑 沒有選擇 是的 那一刻 我自己都說自己厲害 平時的訓練 就是發揮在生活上 平時做運動 就不只兩母子 還會連同媳婦Remi 和其他朋友 有一個 叫做診的夜足 的健身群組 保持著每個星期 都會操一至兩次 以前練功夫 就說吃夜足 我們就吃夜足 就喜歡用康民署的健身室 就到處去 就是不同區 譬如說 哪裏炒餐廳 大家想吃 全灣跑去 深井 吃鮮浪 對 元朗都去 平洲都去 天氣涼的時候 就會帶著工具去公園操練 夏天的話 最經常一起健身的地方 就是Perry家裡的客廳 週不時都會轉場成為了健身房 我搬梳化先 好 那媽媽我們來搬一張桌子 OK 那就搬去廚房 OK 垃圾桶這裡卸尾 即是說正正常常常 有梳化有茶几 這樣 然後慢慢就少一下 一件少下一件 有沒有神經考慮 你一張變成紙袋 吃飯 不行 這張不行 我們有底線的 我們不可以什麼都扔 不是什麼都可以扔 我想問 全屋的櫃裡面 都是健身的用品嗎 都差不多了 餅就收在底下 橡筋帶 有些啞鈴的餅 電視機後面那些 就是點點來的 這個狠其實是戰績 一次操的時候不小心 就知道巴膝反了 就這樣下了地上 在這個客廳 寫training workout 的白板 比電視機更大 RDL Bulgarians with squad 最多人在客廳一起找到 七八個人 我們就做 circuit 譬如這裡做 push up 這裡可能做 jumping jacks 那裡可能做 plank 剛剛好只能夠擺到八個 station 多一個都不行 雖然大家都稱它做大隻媽 但這裡training 是不訓練你組別的 無論長者還是媽媽 都沒有情緒 從來沒有當她是長輩 因為她真的 沒有大沒有小的 有沒有長者優惠 不會說七十歲可以做一半 不行的 你不用要優惠 有時候真的不夠大隻媽 因為她真的太過堅硬 就算她說多辛苦 每次就算說出來 都不會停不放棄 很感謝各位不嫌棄我的腦 可以媽媽和我一起玩 可能傳統地 大家說跟家裡老人家 喝一茶吃飯 但現在大家一起操練的東西 就是 Perry自己都在享受 但現在都在享受 沒有說誰遷就誰 這我覺得是一種很有效的陪伴 上 左 看Catherine 現在這麼健康 望塵莫及感款 實際她五十歲之前 都還是一個普通的師奶 主要的工作 就是幫丈夫的生意去處理文件 二十多歲 就因為脊椎問題 經常都要窩床 醫生建議她 少點動 她就真的一直都沒有動 直到五十多的時候 就發現連腰都彎不到 才由行山開始去鍛鍊身體 老人家經常做神魂 剛剛後山又有個遺憶順敬 那段就是九龍坑山 我只走上去都三百多級樓梯上 三百多級樓梯下 我以前一直都彎不到腰 上去就試一下彎一下 第二天彎兩下 逐下逐下加 後來彎到二百多下都可以 之後就叫亞仔和媳婦 陪她一起走 Perry被媽媽拉去行山的時候 還是一名完全不運動的肥仔 好像是2003、2004 就是第一次上去 那時我都差不多百公斤 喝茶狂吃 那時吃32個點心 一加四口 那時沒有打算運動 純粹就是媽媽走回來 跟我們說了很多次 就說到那裡有多好 這樣 我們一個人不小心 就聽了她說 中伏 如是者有過那幾年 是的 開始跑步了 所以就慢慢有一個叫做習慣 直到爸爸應該說過生之前 大概18、19年左右 媽媽要照顧爸爸 都長時間要看著 所以我們三個 就每個星期就利用那段 爸爸洗腎的時間 做運動 照顧家人 有責任所在 不過 你做運動那幾個小時 可以放鬆一下 因為有了運動這個共同興趣 就算不是同住 Catherine和兒子媳婦 一個星期至少都見兩至三次 經常都找一些新東西一起玩 媽媽 可以再高一點點 我們想找一些趣味遊戲 經典的就是媽媽祝仔 哈哈 馬上示範 媽媽來 過來 和我單挑 和我單挑 媽媽就來拍我 我就會縮 我就會縮 這樣 這樣 我就會去追她 就會在家裡玩這些 還有一個 就是Remi最喜歡的 和媽媽拍膝頭 你要拍人膝頭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嚇到我 哈哈哈哈 秋冬我們又會去行山 去行山 戶外跑步 去年就流行環港島 中間找個地方住一晚 即是分兩天 就兜了整個香港島 我們會中間不斷停 即是吃蛋撻 喝奶茶 喝奶茶 就不是一下子 等你以為很輕便 這樣 這些沒得逼的 你要拍一瞳她 就離遊一下她 初一她就說要去行行 港島勁 那我們就奉陪 一口氣就 整條港島勁走完 長者騙案 走完才知道 港島勁原來是這樣的 三口子去外國旅行 不是逛街購買的 而是參加馬拉松 和到處做workout 怕悶 參玩 這家人做運動 不會獨孤一味 有空就上YouTube 甚麼都學玩 看完世界排球錦標賽 就買了一個排球回來玩 我這次第二次碰球 宇夢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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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人做宇夢球 宇夢球 mandbere數 宇夢球 寇夢球 有些像百人之瘋的公眾健身賽事 參賽者要完成八次一公里的長跑 而每一次跑步之間 又要完成八個功能性的訓練比賽項目 這是第一次High Rops 對 跟他一起跑 三個人同場 你看 你年輕的要走一旁 讓我過你頭 這個很難 拉那個 要拉雪梟 是呀 繩子 老年那麼長 你要拉過去 他們取笑自己是土法煉鋼 YouTube看片 參考別人的動作 樓下的公園就是他們的訓練場 我們今天帶了工具來模擬四個動作 Wobo 我們先在這裡做 女的要8呎 男的要9呎 推高一點 給點力 No Rat 不行 他不會高了 他不會蝕 推到男生那麼高 Farmus Carey 記不記得 16 16 所以今天豪比你們的15 Terry 現在開催會建議去玩High Rops 我們疫情期間 大家每星期有Zoom做體冷 一班人一起試試 各位 昨天發了High Rops的東西出來 有人在這裡笑 笑的人可以想想 Catherine 在這兩年間參加了四次比賽 第一次還是跟媳婦玩雙人 拿了組別亞軍 媳婦和奶奶 怎能想起來 只有戶隊而已 真的像母女一樣 我不行 你頂住她 要休息的時候 我頂上 之後三次玩單人 都是組別的冠軍 他說不是他厲害 只不過是因為 他那個年齡組別 只有他一個女參加者 待會我們再做最後一個動作 就是Burpee 我們一起看著媽媽的節奏 好 比賽不是超級辛苦嗎 超級辛苦 辛苦的 你想想 最後是等這個球 等75下 有些人在終點等我 是迷我 我都是零零頭的 人們經常說做完運動 還有一個小時內不好吃的 他們好像沒有關心 過吸收這回事 西多士 他真的沒有什麼介口 是啊 他不介口 唉 辛苦找來自在吃 他平時身體也很強健 連雙風咖的也很少 Covie那些時間 怕不怕 我現在都沒試過 他還要到處走 都沒中過 是啊 我每天都出街 Catherine 大部份的時間 除了運動 節目就跟很多退休人士一樣 約客老Best聚會 有一位健身的老Best 的確是不錯的 這個我的嗎 是啊 這張我幫她們拿 前後左右拿 只是她才可以這樣 所以我不是說 運動就發揮在生活那裡 才有用 我問你們平時怎樣稱呼Catherine 她叫阿姐 玉姐 周迫玉 我第一次見到她的小腿嚇我一條 哇 她的小腿好像人家把木瓜放在腳瓜洞裡 在座幾位都是Catherine十多年前 在理工晉修中國文化的碩士同學 但結緣不是因為一起上課 而是一起做運動 她是有四個人打球 因為她現在運動結帳了 她已經很專業了 她已經完全包袱了 拋離我們了 連打球也沒有了 上個月這四隻腳就去了旅行 我不是很能行的 因為我有一個叫脊髓炎的問題 她全程扶著她 她真的很好 她有些金句 她經常說健康是儲回來的 醫生給不到健康 她醫好病後後續的健康是靠自己的 當初開始運動純粹只是為了身體健康出發 誰知運動就誤打誤撞成為了她的老闆 8K 真空的 真空的 是呀 我獨居嘛 當然要靠自己 我不用人幫我拿 我要人幫我吃 那時三代人一起住 婆婆 父母 現在住到只有我一個人 不過這位獨居女生 就說獨居生活一點都不覺得悶 走開 見到有一枝棍 就拿來動一下 這樣動一下 COVID 的時候 我們就Zoom做運動 甚至跟香港的兒子 跟美國的兒子一起做運動 做家務都不忘做運動 這樣是最乾淨的 洗衣服 如果少的就在這邊 多買這邊 不用 廚房吃飯就這樣 放個電腦在這邊 這邊也好 那邊也好 有時累就直接可以這樣 浪一下雙腳 這間就是我冷天睡的房 熱天就睡這裡 睡這裡有一個好處就是 做運動都容易一些 睡著的時候可以做一下拱橋 有時跑完步的跟緊 這樣就拉一下 這樣拉一下四頭肌 米看他沒有時停 實情紋又可以 沒有又可以 屋內的書法 全部都是出自他的手筆 今天我們就談笑豐盛了 獻醜獻醜 學無止境 七十歲有這副計 靠的其實是意志和心態 他七二年在浸會主修社會學 付修犯罪學 之後書法文憑 中國文化碩士 去到62歲的時候 還讀了宗教研究碩士 想幾十歲 還有心有力 學無止境 說到尾 都是要健康 我就說 如果用數字來比喻的話 健康是一 美貌是零 財富是零 智慧是零 你零越多就越有用 但如果你連健康的一 都沒有的話 全部都是得零 全部都沒有用 不只自己強身健體 還上了HKU的課程 拿正牌 教老友記做運動 我教過很多班 最上一班 老友記做了一幅 這樣的東西給我 這些都是老人家 做給我的東西 全部都連掌過我的 最近我都教一個中風 初初我都不可以 現在教我可以自己 讀東西 擠進口吃都可以 我有朋友都說 他說運動來做甚麼 你看隻龜 不運動 牠長命過你 但是對我來說 運動是一個 Gathering 大家一起是樂趣 那你當我副作用 有健康 何樂而不為呢 是 我們三個就去操野 年初一 趕到勁 趕到勁 這個就是慧慧 這個我們 下雨突到這樣都照跑 落坊 媽媽帶我落坊 你帶我 你帶我啊 我還不敢剪這些 這樣騙給媽媽 那如果你們形容 運動在你們家人 起了的作用 運動的角色是甚麼 你們會怎樣形容 有些瘋狂的 我覺得是一個 Tools 讓我們家人聯繫在一起 不要局限自己 嘗試新東西 就會有一片新境界 如果你們沒有開始運動 這件事會怎樣 會悶一點 而且關係也沒有那麼融洽 因為共同的經驗沒有那麼多 沒有那麼多共同話題 Terry 你知道你最恐怖的是甚麼 沒有婆式糾紛嗎 他們有共同敵人 經常跟我講假 做運動的時候 九六八 明明要 我說人家一路都如有一寶 她又有老媽又有老婆 那是不是已經有兩寶 真是 真是 你全都好 想像Catherine那樣 任何年齡都活得輕鬆自在 除了學她粗得那麼健 如果你有一個夠闊的健康保障 就能夠陪伴你走過人生不同的階段 萬一遇著身體出狀況 弘里的康健護理專線團隊 可以幫忙免費解答健康的疑難 還有醫療專案經理 去建議合適的醫生提供第二醫療意見 還會代表已經預先批核的醫療費用 合資格的醫療費用 連內地都能夠遮蓋到 就算像Catherine那樣 和儀式 Lobax 一起到處都不用擔心 弘里新闊度的健康保障 可以支援你不同階段的需要 與你同行 一起成就更好的人生時刻 這幾塊就是HIROS 對呀 這是這樣的獎品 你給我一個菠蘿包也好 這個一定要反映 非常棒 有點νη決定 從中一 얼� 你給我一边 你來看